我天天点外卖用美团 买衣服用淘宝吃鸡更是人民币玩家 这给美团阿姨同讯bub 又共享了这么多的kpi 股价怎么还是跌出这个鬼样子 姑姑 我以为抄了科技巨头们的底 没想到给他们抄了家 我的账户已经亏了30%了 我为妻啊 不会吧容容 虽然最近恒人指数走得非常弱 但是完全可以做空恒指期货 来对冲你的正部分解压 我还好不知道了吧 哎 跟你们说啊 现在知道也不晚 期货小课堂开开了 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 什么是金融期货 大家好 我是景丽 这节课呢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金融期货 什么是金融期货 就包括我们所经常操作的 像恒指 恒指期货 纳指期货 指数期货 这一系列就被称作是金融期货 那么我们具体一个一个来看 那么在个货上呢 伴随着这样大环境的下沙 我们也许没有什么办法改变 但是在指数期货上可就不一样了 因为它既能做多 也能做空 你想一下 这一波下跌下来 如果你是做空 无论你是哪个空点进去 你都能得到一个不错的收益 那么今天呢 就来跟大家具体说一下 它怎么操作的 它有了一些成分果 以及影响它的因素 有哪些 恒生指数呢 它是香港南筹股变化的指标 所以说 所以说什么 它是一个受 南筹股 大家可以想一下 南筹股有哪些 比如说银行 地产 还有一些互联网科技公司 它们的走势 影响着恒生指数的走势 那么恒生指数的期货呢 我简称恒指期货 也是期指 恒指期货它的标的 就是这个恒生指数 是衍生工具之一 可以用来对冲指数的下跌 那么说 这个最好的操作 这一波行情下来 最好的操作 就是做空恒指期货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 恒指期货呢 我们现在做的是 R109合约 指数期货一般都是 每个月都要进行交割的 也就是它都要换月的 那么9月份合约是目前 因为我们现在8月底了嘛 所以我们操作是9月份合约 也就是从9月份开始 操作到9月底 都是操作9月份合约 其实严格来说 应该是从8月底 到像9月下旬 我们操作的是9月合约 那么在9月底 我们就换成10月份合约 因为一旦到月底 快交割的时候 当月的 比如现在8月 当月的R108合约呢 它的一个成交量就会下跌 就下降 那么操作的人就会变少 那么为了更好的操作 行情更大的波动 以及参与人数增多嘛 我们都会选择在月底就会自己啊 自己就会直接去操作 还有09合约 这在合约上大家可以注意一点 那么这个就是刚刚我说的 即将到期 因为即将到期的08合约 它的成交量是迅速缩小的 所以我们要把操作转移到09合约 这个是在合约上给大家做个详细的解释 因为不仅是恒纸期货 比如后面我好像说的纳纸啊 稻纸啊 罗素啊 其实都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移仓的行为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说的是两个品种 因为恒纸期货除了正常的大恒纸 还有一个叫做小恒纸 其实小恒纸 大家应该经常听到的应该是小恒纸 因为大恒纸所占用的保证金比较大 它没事的保证金呢 要12万多 如果说我们账户30万资金 就可能做一年手就没了 那么小恒纸呢 它一手只要2万多 所以对于它来说 我可能说我的股票占了一半仓位 我想要做小恒纸还是可以 而且我们操作恒纸期货 就是为了来对冲股票的持股风险啊 也就是我操作一半股票 那么还有一半仓位呢 可以操作这个恒纸空单 那么这个就大恒纸就比较 就不是太好操作 比如说我的股票已经占了15万仓位 那么还有15万 就只够操作一手了 就是就就有点被动 不像这个我可能分批进行啊 先进一手 然后再加仓一手 操作起来会更灵活一点 那么它们的区别 也就是保证机的区别 看到没有 一个12万多 一个是2万多 还有就是它每波动一个点 盈亏的幅度不一样 比如说大恒纸 它每波动一个点盈亏是50港元 那么小恒纸呢 每波动一个点盈亏是10港元 很好理解啊 我下面用这个截图给大家详细看一下 我剪两张图 一个是横纸 一个是小横纸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2825378 比如说我做空 做空25378 从这个点我就开始 选择做空 那么它25378跌到25377 一个点 那么我就赚50港元 那么这里呢 25380 对吧 我做空 那么我跌一个点25379 我就是赚10港元 这就是区别 就一个是50港元的波动 一个是10港元 那么比如说 横纸二次探底之后 我认为横纸要反弹了 对不对 可以看这个走势啊 第一次探底了 第二次又探个底波 我想可能会形成个W跌啊 突破颈线 那我这里我想做多 对吧 我认为横纸要涨了 那我要做多 那做多怎么办 这里就是有做多嘛 做多的 你点做多 做多完之后 你就当时就这个点位嘛 点位做多 然后假如说它符合预期 哎呦大涨了 涨了100个点 100个点啊 如果对于横纸来说 100个点乘以每个点50港元嘛 你就可以算一下 对不对 就是5000港元 就是你一手的获利空间 就是100点的话 当然你200点300点 一次类推就行了 然后你再除去你一个买卖的费用 就可以了 然后小横纸呢 你就就少一点 就是他战略的保证金少嘛 所以他盈亏也有少一点 比如说他是赚100点呢 就是1000港元 就这个区别 然后这个就是这里都有写啊 一个是赚50港元 一个赚10港元 所以关键是什么 关键在于你对趋势的判断 操作上很简单 你就熟悉一下流程 尤其是你用小横纸去操作 小横纸这样的保证金少嘛 我现在就是我不熟悉操作 哎我就想等一等 然后我想熟悉一下 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 那么我有小横纸 这样的保证金少 假如说方向不对了 你及时出来 他的盈亏也会小一点 然后等你真正熟悉之后 你资金量大呀 你觉得这一次50港元 一点就50港元刺激啊 或者赚钱效应更强啊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横纸 就先用他熟悉 然后最关键就是这个趋势的判断 比如说这里 可以趋势的判断 对吧 站上五路线之后 哎做多 这个才是关键 趋势的判断 那么这个呢 不仅是技术面 首先是技术面 比如刚刚说的什么锦心啊 WD啊 双顶啊 这些都是技术面 那么除了技术面之外 你会发现今年的横纸 受到来历影响很大 基本面影响更大 是不是 政策面啊 这一些对大型互联网的攻击啊 这一些才是对它影响更大的部分 那么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咱们基本面对横纸到底有了些影响 首先就是欧美故事 欧美故事大家知道 港股其实有一个A股港股 A股港股美股 相当于中间有个联动的效益 很多资金都会 港股是一个翘板嘛 所以欧美股市和港股和A股 一个是欧美 一个是中国 这两个地方的数据 都会对中间那个市场 港股成的影响 比如说欧美 欧美股市 比如说欧美国家股市的波动 它都会对横纸第二天的开盘 比如说 昨晚上纳指大涨了或者大跌了 第二天横指开盘 因为它中间是有个间隔的 第二天它的开盘就会受到 纳指标普 道中斯 这三大持的影响 因为我们本来横指 这种期货类的做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都是一个短线交易 所以像这种美国指示的波动 对第二天横指开盘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 比如说我们要留仓 比如说我要把横指留着过夜 那么你就要考虑当晚的美股的情况 对其会不会造成什么巨大的影响 还有就中国经济数据 比如说中国的GDP数据 CPI和银行基准利率 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准率 还有一些经济状况 货币政策的一个消息 它都会对我们的港股产生影响 中国香港的咱们的政策也会对他们有大影响 尤其是我们现在像很多都是内陆的一个非常好的公司 选择在港股上市 腾讯美团 对不对 阿里 这些都是咱们内陆非常好的新兴科技 新兴经济的公司 他们在港股上市 那么我们国内政策的影响 国内经济的变化 都会对这些公司产生非常大影响 而且这些公司呢 又会在其所在的指数占比非常重 而且带你的情绪上也比较大 所以说我们内陆的政策 对这些公司 乃至于对这些指数 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是 A股的行情 就是刚刚说的是欧美股市的行情 那么接下来就是A股的行情 我发现港股 它受A股的影响非常大 就是我们A股就经常发展指数来个跳水 港股就跟着跳下来了 这个时候你就要有一个敏感度 就比如说你看到A股要跳水了 或者形势不对了 外资大量流出了 很多炸板了这些 你迅速做出反应 你去港股怎么样 做空这个横指 很容易获利 我们经常这样 就这个敏感度 你会让你有一部分的 就会有很不错的收益 这个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A股的行情对于横生指的影响越来越大 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当天A股的行情 尤其上午像是开盘 还有像下午开盘 都会对它很大影响 就是A股经常有什么 神奇两点半对港股也很大影响 还有一点就是 比如说当天A股很弱势 他收盘了之后 港股一下就拉起来就尝试了 代表在日内 他受到A股的影响非常大 还有最后一点 就是横生指出 他的成分国的企业运营情况 也会对指出的走势造成影响 比如说横生指出 他的成分国有哪些 比如说像汇丰 腾讯 汇丰什么银行 腾讯 公联网工资 还有移动中海油 中石化 还有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这类的大型金融股 还有地产股 还有这种互联网 互联网 科技公司 都会对他的指数造成很大影响 怎么说呢 就是他们在公布财报之后的走势 因为我们横止 也可能你想做短线 会看的比较短一点 就他们在公布财报的前后 比如说腾讯 大家都看好他的增长 所以给他高估值 那么他公布财报之后 他的增长到底符不符合 他这个高估值呢 如果不符合 第二天一波杂牌 腾讯打盘之后 直接造成横止走势不加 尤其是今年啊 腾讯的走势 年头跌到年尾 还没到年尾啊 年终 年头跌到年终 你知道现在腾讯连续回购好几天 才把他的股价 小字拉升了一下 所以说今年腾讯走势 也是横止走势不加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个就是成分股 所对指数带来的影响 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部分 这个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说的 横止期货内容 除了你要去了解他的操作之外 要了解有哪些东西 对他造成的影响 以及我们去做日内短线交易的时候 有哪些技术面需要去看的 在方德学堂 带您轻松晚转期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